这是李诗诗 这是追命 这是我 萌新超人啊 不是吧 一上来就被围攻 你们别走啊 怎么 还有高手 突然一把飞刀闪过 坏人直接嘎了 是何人出手相助 这罢行 你不会是李循环吧 不对啊 他也不是宋朝人啊 你谁啊 剧透一下嘛 很快 超人乘船 来到了美丽的三清山 是咱江西的哟 溺水寒的风景 真的是美如画呀 我都好想置身于那个江湖 有位美丽的女子在看我 她该不会是 好吧 原来是师姐 我想多了 在村子里摇摇水 做做任务 奶爸还能这样用啊 上屋顶拿草帽 如碳囊取物 但是下水摸鱼嘛 我的天哪 太糗了 等等 我眼镜子去哪了 我的眼镜子不见了 不会掉水里去了嘛 和师姐吃着饭聊着天 没想到又遇到坏人了 师姐 你上 我帮你加血 坏人们 打我师姐去 别打我 不开窍啊 怎么都追着我打 好不容易放倒了坏人 为啥不补刀啊 完了完了 他要偷袭了 快回头啊 哟 我被英雄救美了 坐轮椅的帅哥 你谁啊 无情 多谢相救 不是 你又是谁啊 为啥和我点贴脸 你别看这个无情 坐着轮椅 他跑得可快呢 no 我跳下来 他也跟着跳下来 随后我俩回山头复命 咱们的师门宛如仙境啊 自在门我回来了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玩无情 下来啊下来啊 你的轮椅不是很溜吗 到水里走走 经过这扇门 超人来到了自在厅 我被无情的轮椅无情的碾压了 掌门的宝座随便坐 嘿 你看不到我 告别无情 超人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换上一身新衣服 接下来的目标是去参加技术大典